真真好吃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 这凌晨1点到3点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炒食 这应当是一个 深睡眠的时间段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再去吃 那个什么好吃的了 不能再去吃夜宵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卯食是5点到7点 是大肠经当领 就是应该喝一杯 温开水 适当的运动 准备起床了 起床的时间 对 所以说我们要遵循 这个睡眠习惯 相信大家的睡眠 都会得到很好的调整 但是小鱼 你看咱们一开篇的时候 就先睡着子午觉 这怎么来的 给咱们介绍一下 说睡到子午觉 我是特别有经验 这个子午觉 就是上午的11点 到下午的1点钟 这个子午觉 有条件的 咱们就平躺着睡 如果像我一样 没有条件的 咱们就可以 在椅子上躺一会儿 闭目养神15到20分钟 就会让你精神百倍 你别说 小鱼说这些 还真的是头头是道 我觉得特别受益 而且一说这个睡眠问题 我感觉我说 哈欠就要上来 这也充分说明 其实我也没休息好 当然了 有哪些知识点 值得我们学习 该不该坚持 接下来 咱们还是请专家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仔细听好 皇帝内经当中 提到了这个 十二时辰的养生法 每一个时辰 对应的脏腑不同 所主的功能也不同 针对睡眠时间 以晚上九点 至第二天早晨七点为家 那子时呢 是指夜间十一点 到次日凌晨一点 那这个时候 是胆经当令 那么当令啊 就是当班的意思 那午时呢 是中午十一点 到十三点 这个时候呢 是心经当令 子时和午时 是天地气急的转换点 人体呢 也要注重这种 天地之切的转换 对人们来说呢 睡之午觉很重要 那么夜里十一点睡 和这个中午春发之后 都要睡一会儿 那中午睡不着呢 我们可以闭会眼睛 对身体呢 还有好处 好 谢谢老师的详细的讲解啊 那在这里呢 有很多的知识点 希望我们所有朋友 都能记住 并且呢 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最后一届 体内地entin 205 20126 2014 3017